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,南光高中操场整心完工,今举行启用典礼,师生迫不及待下场体验,篮球场,田径场重现学子纳涵与活力,启用典礼由校长洪丙丁主持谢土祈福仪式,随后率队下场使用跑道及球场练习,本学期新成立的国,高中学生联合太古队热力表演, 家长会长吴慧英与师生一起见证,顺利录取正大统计系的高三陈敏红是南光田径队队长,他表示,田径队初次使用全新的PE跑道练习,感觉非常舒适平整,红绿相间的跑道隔线更有了不同的跑步视野,篮球队的同学进入全新的压克力球场,爆发力进展,围观同学欢呼声与那喊声不断, 对于新跑道与球场相当期待与喜爱,南光蝉联教育部高中学校评鉴,荣获总成绩最高等地优等,获选研究基地学校,全国为二,入选特色领航学校等加济连连,因此获得教育部私校奖补助款, 由该经费中提拨350万元优先规划操场PE跑道及压克力球场整建工程,来解决家长与学生一直关心已使用17年的援球场与跑道。